Hello 午安 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逢星期一的iMoney清謝華 今天剛剛在中午收市之前 大家都留意得到 可能吃飯的時候已經是廣泛流傳 大家奔走相告 今早好地地 恆生指數高開66點之後 曾經都升過200多點 指數最高位都叫做 從上過24700附近這些位置 但是都不知道是不是很賴它 大摩的摩迪就在這裡吹 24800關前已經有疾步了 所以大摩這支摩迪吹不吹得響呢 因為這次突然之間都未等到螞蟻 來香港IPO就暢淡了 三大理由 列出了三大理由下調 恆生指數的目標 本來之前他們看28000 現在只是看24600 咦咦24600 剛剛就是 真是 給他一說 市就熟了 是不是這樣呢 就是24600 今天收24640 24640 暫時24600這個位置 也是剛剛好恆生指數 100天線所在的位置 現在100天線在2466 又是邪釘的數字來的 但是指數近期比較積弱 尤其是要留意著條10天線 24719如果指數再不衝上去 或者以大一點的幅度企穩翻升 10天線要跌穿100天線 應該都是指日可待 是這個星期的事 尤其是條10天線 現在在剛剛24719 上個星期五的時候 它還是在24760幾 即是說不出一兩天 10天線會跌穿100天線 形成了 是壓住指數反彈的阻力 一個阻力所在 但是過去這幾天 其實大市的成交 是逐天去縮的 逐天縮減的 那星期五那天 大家可以明白 最主要觀望的情緒 越近9月15號 越是濃的 因為9月15號就是 美國要圍堵 趕盡殺絕 制裁華為的死線 也都是TikTok的死線 逼它賣 那今天呢 其實大部分時間 早到下午 很多投資者都會比較積極留意 TikTok的最新消息 因為它已經拒分了 拒絕了Microsoft微軟的提親 接著就說跟Oracle 夾桂文去談 如果談得成的 大家看看 究竟它會不會把自己的演算法 algorithm 給人家了 趕正呢 中國商務部突然下了一條例 都不是那麼容易 將技術轉移 不過想回頭 現在原來呢 人家是 鬥不過你 又想買起你 擺明也有國家的機器 政府推手 強搶民旅 不過說到尾 雖然接下來 臨近deadline 明天已經是死線所在 峰回路轉的是 原來TikTok 字節跳動 沒有想將TikTok 賣給Oracle 而是 跟它 打算有個戰略的合作 看看這一關 過不過得到 美國政府的考慮 還有一點 就是 無毒有偶 這個禮拜 事實上也是一個多事之州 這個禮拜的15、16日 即是星期二、三 美國就會開聯儲局的議息 而這次議息的重要的支柱是 11月3日之前 最後一次聯儲局的議息 就是在這一個禮拜 就是這兩天 所以這兩天 政府 或者是 對於Donald Trump對鮑威爾 有什麼指指點點 或者甚至 有什麼提示 或者市場 對於 那個 未來聯儲局 的 貨幣政策態度 有什麼的取向 都會左右到整個金融市場 所以上個星期五開始 已經見過恆生指數 是成交收縮 沒有什麼動靜 在那裡搓上搓落 是平息靜氣 似乎是在等待著 這一個星期 這些這麼關鍵的 消息 還有就是 看看 剛剛最新鮮 滾熱辣的 就是 美國駐華的大使 突然間離任 三年多的任期結束 11月 大選之前 還要離開中國 不知是否又是特朗普 不是很妥 美國駐華大使 和習主席 私交甚督 這個消息 這個消息 現在已經不斷發酵 即是說 11月3日之前 其實現在 都不是很久的日子 過了 現在都只剩下 五、六十天 越來越近 所以 接下來的消息 可能越來越瘋 市場可能 越來越瘋了 還有 最新的消息 美軍原來有很多偵察機 已經連續三天 在南海附近 現身 這些舉動 似乎又是很不尋常的 股市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不過很多朋友 都依然是覺得 投資市場 投資還投資 經濟還經濟 政治還政治 是政治不影響經濟的 大家說 怎樣都好 大摩 他有三大原因 突然下調了恒指的目標價 本來 28000 降到24600 不見了3400 為什麼 去了哪裡 事實上 偶眼見 上半年中期業績 真的給不到信心 投資者 今天 或者你看到手機設備股 好像 信譽光學 他比起去年 是個增長 尤其是 手機鏡頭 車載鏡頭 增長 是出回來的 甚至 是令到投資者 似乎好像可以 因為他 今早公佈的這些數據 是有些信心 因為他說上個月 手機的鏡頭 出貨量 按年都升了2% 而今年 已經是最多的了 這個數字 手機的攝像 模組 出貨量也升了8% 車載鏡頭 也是另一份 還有就是信義能源 公佈業績 中期業績之後 你又配股 他又配股 你又伸手 他又拿錢 但是信義 他能夠在今天配完股之後 都再爆一成幾上去 最主要原因就是 他雖然折讓8.8%配股 那個配股價就是兩個半 但是他配給誰呢 原來配給中國人壽 還有鳳凰無寶不樂的高領資本 原來 落入強者之手了 所以 股價就爆升了 還有今天最擾擾的地方 就是你看著 科技指數 是升得不錯的 但是 好一點要留意 就算是恒指 升回百多點 大家知不知道 恒指的百多點裡 都要歸功於 哪兩隻股份呢 一隻叫騰訊 說了全日就是 哇 騰訊今天升得很帥仔 好厲害 好厲害 另一隻其實就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呢 只是脆脆的 升過百分之一 其實已經是對過恒指的貢獻 力量很重的了 剛才講到 一隻阿里巴巴其實貢獻了指數 比騰訊還多 他貢獻了53點給恒指 不要忘記他已經是藍醜了 騰訊也貢獻了40點過外給恒指 兩隻加起來都九十幾點了 全日埋單升一百三十六點 九十幾點是來自兩隻股票的 那所以這樣的環境下 其實個市雙龍出海 靠他們照著 那其他的股票怎樣 其他不需要怎麼動的了 今天其實內銀股呢 都挺醜樣的 因為拖低指數最多的元空 就是來自那兩隻內銀公巷建巷 那所以投資者 如果今天升上百多幾點 以為很興奮啊 很開心啊 太陽出外了呢 那自己都要留回 少少後路給自己了 因為今天呢 其實對於內銀呢 是有一個比較負面的消息 就是說內地11月起呢 接下來11月起就會 加強監管金融控股公司 那是由銀行負責發牌的 那其實就有些規範化的 不過虛擬銀行其實對於實體的傳統銀行 那個競爭啦 或者那個攤負效應呢 是一路一路會更加明顯發揮出來 那市場現在還要看一下怎樣解讀 不過只是知道呢 傳統的銀行又要讓利 又有政策的包袱 都不是那麼容易賺錢 那在我們的Facebook 好現在正在做Live的了 那專頁那裏呢 上高是有些問題 都歡迎大家提問的 那我們去到這裏 說大摩 為什麼呢 說將那個恆生指數的目標 由28000一下子 大降到24600 那其實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要原地踏步 一來就是中美關係緊張 還有那個恆子的貴檢 他們覺得令人失望 可能他們買了很多美團 很想美團進去 但是美團偏偏 你的盈利的結構 質素 甚至是穩定性 未給人信心 等於Tesla 為什麼入不到標普500 那大部分的收入的盈利 都是來自你賣碳的 賣碳排放的 你不是來自賣車 你不是來自賣車 只看你賣車的盈利是死你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即是說你的Model 3 多英俊 我們家裡樓上都有一個 買了Model 3 多英俊 我特意不出車 看著都看著他的車 走過 英俊 比之前的房車 但是 如果這麼大幅的下調 以及根據大摩以往他們看恆子 那個預見性 是準的 所以 以恆生指數的目標 24,600 是什麼時候的目標呢 不是現在的目標 雖然你現在已經是24,600 他的目標是明年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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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是目標來的 那就是說 由現在玩到明年6月 玩了一年都是原地踏步 中間可能有很多起起跌跌的 市場是不是這樣就要放下去呢 其實我們都不用放了 都是這裡了 那問題就是 有沒有機會 逐一轉上去才下來 看看接下來兩個月 因為9月尾 918 阿里巴巴 看 918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集團 就會在內地 應該會過會的 那香港這邊可能9月尾 那跟手就可能10月 就是可能要 把握著 11月3日美國大寸之前 這個最後的槍口 是發脾氣的槍口先了 不知道就算 11月3日 阿特安普 他就算連任成功 市場都差不多 隔於平淡 那些股份很多 都炒到離地 要不就是他上不了 市場就更加有理有據 去調轉 插回來 其實有位插下來 都只是因為之前累積升幅大 那不用太傷心 就像Tesla那樣 升到480多 大哥 100多元升到480多 那就升了4倍 落回來 300多都不太過份 不過如果你400多元買那個 那當然是 高追就是有這個風險 所以明知自己高追 我們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控制住馬 明知自己高追 你不要躺身 當然 每個人都想 還沒行之前買 鬼叫你 沒有先知名 你知不知道 人家還沒行之前 100多元買那個 100多元買那些 都被他誘到臭了 可能忘記了自己拿了股份 你才可以保持這麼久 保持力很多時候是這樣的 因為自己忘記了 真的要打多股票 但是 如果好像他這樣 就是這麼高的大樓來 你要他回上去 他有集完資 還要50億美金集完資 你要他這麼快回上去 很難 怎麼會這麼容易給到你 所以我覺得暫時 就是Tesla那個效應 應該會回落一點點 還有剛剛今期 如果看回大摩那個報告 他最失望就是貴檢 原先他預期3690 真的美團會入局的 結果就落空 你猜錯就猜錯了 但是 還有 現在美國對中國的科技企業 的限制制裁圍堵 總之槍打出頭了 誰叫你又不肯韜光養晦 是要客人出來 爬文爬武 認屎、認屎、認屎、認屎 然後一隻、二隻 就打你 本來的中心 這些 拍馬還沒追得上台積電 但你高調嘛 最慘 那現在又被人進入黑名單 所以高追的朋友 中心 真的 有些大戶都已經勝利大逃亡 外面 其實見到 問怎麼算的 都是一些 在投資市場裏面 相對 那個holding power 沒那麼強 或者比較怕青的那批 很多是30元 樓上高追的 自己撿生 除了收勢鑄馬 是高位追的朋友 另外一個就是嚴守止蝕 起碼肯止蝕 你都還留一些本錢 看看什麼時候再戰江湖 還有A股呢 他們大摩就說 覺得現在過熱 我不覺得A股有多熱 不過呢 因為未來大量的A股會解禁 所以其實A股的動力呢 是相對比較弱的 大家留意 過去年頭到現在 動力最強的不是A股 是內地的國債 是內地的債市 因為外資呢 其實他們都很肯 因為外面周圍都沒有出息 沒有息收了 買債 他們反而喜歡湧入中國的國債 那些地方 那內地的經濟增長 其實反而大摩 看得比較樂觀一點 因為外面周圍都停帶 其實到現在都沒有恢復 但是內地呢 就恢復得挺好的 那還有就是現在 炒金九銀十 雖然不是 金九銀十以前呢 我們是放在內房 現在不是的 因為現在房住不炒 還有呢 在對內房那個融資呢 是有很多很多 三道紅線啊 諸如此類啊 這些打壓的措施 限制的措施 那所以金九銀十 我們會放在消費 內需 還有內地呢 會是趁這一次的十一國慶啦 再加上中秋節啦 同日 那如果香港這邊 加上那天有馬跑喔 剛剛中秋節 十一之前那晚有馬跑 那所以又多多些多些 happy 多些 happy 但是怎樣都好 那現在 接下來的市況 有位朋友 就問一隻777 網龍 那都是比較多問科技類的股份的 今天 那我們就先回答這些 恒生指數 目標 目標就大摩 告訴你 24,600 現在就已經到了目標了 那怎樣都好 如果守著24,000呢 23,800 24,000 是最後的防線來的啦 因為走了這麼久呢 23,800 24,000 這個底呢 怎麼都是一路沒有穿過 其實反反覆覆覆上回來之後呢 由六月打後呢 在過去這三個月 六七八九啦 九月我都當走到月尾了 中秋節之前 如果這個位還守得住的 那它的底部呢 其實都尚算扎實 但是 如果 在 未來 月底之前 那 24,000打穿了 23,800保不住 其實那個形態會很肉酸 還有現在呢 初步形成了下降季呢 十天線 24,700這裏呢 今早是 得而復失 得而復失 見過24,751這樣扔回頭呢 不帥仔咯 不要看咯 就是擋得那麼實 成交又不見 有什麼增加嘛 還有追來追去 你說今天呢 科技指數很厲害就厲害 或是龍頭咯 其實有些資金追了龍尾的 你看這隻行騰 30隻科子成份股裡面 最恩諸的價碼是他 但是最能炒的是他 那就是說 那些資金 都走去炒股樂園的地方 大家都很清楚 現在 真正買得那堆 其實已經是倒價嘛 只是 有些朋友 未計數 未吃虎 未入貨的也都不敢 在這些位置貿貿然 帶著咬下去 或者甚至 寧願繞在雙手看 上高的阻力 如果就算你24,700 你明天 或者接下來這個禮拜 重新站得上去 站穩才好 你不要這樣滾下來 24,600來收 上得回去呢 25,800 或者甚至 25,500 25,500 25,800 那裡你站不穩 都打破不了 這一條小型下降鬼的阻力 那現在看勢 就偏向 下去市底 大家自己留意著 不過 低又不會低得去哪裡 還有隻螞蟻要來 跌到仇魂慘霧 誰會來啊 剛才問到 小馬 你問777 網龍 想不想止蝕 其實網龍都好錯一下 不過他現在看樣子 像是又想搓回去 今年3月那些低位 15,6元那些位 那你看看你熬不熬那一陣 因為那個跌勢 就沒有自然那麼急 還有他現在 洗得那麼緊要 可以 可以說意味著 要 要 要試一下市場 有多少蟹貨啊 都試了出來的了 不走的都 跟他生生世世 不會肯 某某然在這些位置放棄的 事實上我又不覺得 我不覺得他業績很壞 他開兩範 一範是遊戲 一範就是線上教育 講線上教育 他最早還搞 但是股價總是 有時候 我覺得網龍其實都有點搖搖 還有 還有 上半年 其實 在內地 那些 教育股 又不是太差 不過中間 剛剛就是通常 每年8月9月 就會有一些政策 措施 影響這些股份 股價 而網龍 我想暫時 他都還在沉底 因為遊戲業務 他的增長不差 教育 其實都是 在線上教育那邊 他的軟件 他的軟件 是有潛質的 還有 後半年 他們的收入 都有增長的 5% 雖然 順利 就跌了兩成 但是 盈利的能力 我覺得 他已經是 選好兩範 遊戲業務 雖然不是高增長 4.幾%增長 但是 他一直有新款遊戲出 還有 普羅米優斯 教育業務 這個軟件 其實我覺得 空間是大的 不過 他的毛利率 就跌得多 因為 他想普及 費率 就不能收得那麼貴 所以 如果 在那個 費率方面 是跌的 還要 經營虧損 也都擴大了 無理由跌 這一部分 就是影響了 我的股價所在 反而不是 條面數 但是 在內地的業務 如果是在疫情之下 需求 一路增加 其實這一隻 我又不覺得 他很差 總之 你看看 最後防線 如果 17元 這些位 失手 當然會 比較害怕 你看自己 可以有多少 勝手能力 Kitty Hello 還有 還有 6988 6988 看看 落響 值得抽 差點想按 6988 看夠 落響 落響 值得 其實 接下來 在阿里旗下 的螞蟻 招股之前 有10呎股份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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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然 你遇到 阿里 遇到螞蟻 你真的不用拿錢 是吧 你看看 一隻 百姓中國 撞著龍虎山泉 多慘 是吧 龍虎山泉的錢 就鎖住了 又認不到 當然啦 質地 又沒有人這麼慢慢 如果是要聰明的 在美國上市的時候 都聰明了 對不對 好心拿過來給你 嗯 落響 互動 他現在 是處於一個高增長的階段 另外 投資者 都會比較熱情 在這一席 所以 你說 我燒冷做 我找一隻正英英的 但是有些太正英英的 你就知道什麼原因 我怕 我怕你去營購 給你 落響 那他的競爭優勢 會比較明顯些 還有那個增長 就應該大家會信心大些的 那 那 當然 如果現在 以他 都借了幾百億馬錢 那這個中國最大的 一個自媒體營銷服務的供應商 那他的客人呢 就全部就是那些巨頭了 那ATMX的巨頭 我覺得就不需要太擔心 那加上他在上市之前 其實他的那些基石投資者 也是一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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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 你看看 可以IPO認的 如果IPO認不到 第一天就不要在他標的時候 一開砰的高位跳進去 你們都經歷了不少 我想大家如果古靈了心口的阿里 還有最近的農夫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情發生的 那這個就被譽為是一個微信概念股 大部分那些收入都是來自微信 其實就跟赤子城 那這個9911呢 有一些比較類似的地方 你看看赤子城又是頭段 炒到慢慢的聲 然後其實是第一段 第一天不走 好 跟著有時間你都沒得走 上市第六個月之後就走了 那都慘了 那中概股其實現在都加速回流 香港上市了 那他又是抄回那些都是一些算法 還有一個效果 效果類的自媒體營銷一些服務供應 那你喜歡看什麼 他會給你看那一隻 那所以整個核心的增長動力 大家會看得比較樂觀些 另外就是2342 阿Ling Chi會問2342都很久沒人問 其實手機的 我想這個是5G概念 他又不是手機設備 但他呢 就很黏的 每次上到3.5 3.8 你不計算 他就按死你 和你按下3元也就知道 現在看他的樣子 他的樣子就好像想下3元了 那你自己留意著 3.3.4買 等下 都是差1元而已 看他能否升上去 但是升上去都是3.3 3.5去分 他回你買入價而已 沒什麼肉吃的 你買那個價 又不會輸得多的 3元大位 趙正搜到的 京東Mega海入 9618 下面很多上升列口 9618 9618 Apple 問 9618 他下面有3個上升列口 還未補 今天呢 看他的樣子 就想補 由下面數上來 第3個 剩下的2個 我都不說了 但是 最近的那個是280元 280至285.6 看他能否補 今天都其實不差的 一開292個多 但是上不到 動力差 成交又弱 看那個走勢 就在沉底的格局 不如讓他再補多個列口 好嗎 什麼價位進 第一個價位都是280元 其實很厲害的 你到現在還未進 如果380多元 衝進去那個就慘了 有些朋友 可能比較機動一些 那些機動戰士 那些跟大的 人人說他們衝300 先衝300 真的衝到 他還衝多一成來引你 你不相信 他就升多一成上337來引你 這樣呢 如果在330多元 就是 夾上去 這樣就被他夾了下來了 那裡是一個倒形頂 裂口上裂口落 倒形頂 都沒有仇報的 還有呢 那一天 他就算抽上去 成交不是大得很緊要 就是離地 總之 現在的股份 有哪隻是便宜的 175有朋友問 175 吉利 今天那些汽車股 都其實一般 可能這陣子 Tesla 都給不到 什麼大氣出來 汽車股 今天連給價值都不行 吉利 吉利等回A 但是等回A 我想都是要 偶著偶著 跌又跌不多 今天算跌得多 1.5%跌幅 但是其實 今天跌下來 硬硬壓低它 硬硬砌低它 也沒什麼股壓 成交都縮的 所以我又不覺得很害怕 還有一隻1093石藥 都是等回A的 回A 但是不是大了的 你都要看一下 資金的動力 還有市場的氣氛 情緒的取向 我覺得它13-14元的支持是很厲害的 但是上高呢 18元那裡頂得很緊 上去上20元 真的在回A股 上科創板的眉目 會多些先 因為它現在都 偶了在這裏 根本 動彈不得 看有沒有新消息 有沒有新聞 有沒有什麼新的催化劑 有時新藥 推出 面世 或者臨床 那些 那些聽得多 大家就覺得 習慣了 每天都有人臨床 每天都有新藥出來 那社藥有什麼好奇呢 但是其實它近期拿了 醫藥生物產業方面 中國醫藥的生物產業 都有一個叫做ESG 金融介紹市公司 這些相關的獎項 是屬於金智獎 ESG 是屬於企業責任型的獎項 那獎項有些得獎者 比如華潤的三九藥業 深圳上的 餘藥醫療 科倫藥業 美年健康 二嶺康宏藥業 石藥都是其中一隻 它都是龍頭來的 還有它那個 組織了很多藥品 物資的捐贈 所以也都是成為了 今次這個ESG大獎的 其中一個得獎者 另外的得獎者就是中國醫藥 健康員 騙子王 騙子王 吃得多 義氣就吃了 還有 前景怎樣 我不覺得差的 所以 但是股價的動力 暫時還未見到 有時候 一天裡面 幾千隻股票 可能二千多隻 三千隻股票 有可能二千隻 沒有動的都不出奇 尤其是這幾天的市 立得很重要 所以最後你可能要 守一守 或者是等一等 有時候股票 真的很考驗你的 holding power 很考驗你的信心 對它的信心 其實很多隻股份 除非是熱炒 譬如今天的金礦股 都押了你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今天才會彈一些 完全在打擊你的信心 消磨你的意志 看看最後剷除了幾多 幾多 沒有信心 沒有意志的朋友 接著才會走 所以為什麼每次走 沒有自己分 因為自己 是 hold不住 唯有這樣賴 若明 入了藍手之後 我見他動力 差很多 在高位 其實又幾次數 動力 一直在衰竭 他今次二百元 衝了上樓上 站不到一天 已經回頭 不是太好看 不敢說他將來不會再上 或者在二百元樓上 先前見過的制高點 在二百零九個二 見過歷史高位 甚至二百零七個八 二百零九個二 他在八月尾那幾天 做月結 就見了高位 以及入藍手之前那個星期 那當然是養上去 他每次養上去 就是配股 但是 見他之前一直這樣抽上去 升到那麼高 但是下面那些 輔助技術指標 全部捨皮 都騙不到人 所以現在可能要休息一段 然後看看能不能再做到一個雙頂 或者甚至 你就算等一浪高一浪 我覺得現在暫時 他都沒有儲力 不過關鍵一點 如果你已經有課的 就看著 不要堆穿一百七十五元 上網多少 上網 我想暫時 他上高有一個下跌裂口的上網 你看著 在二百元關前 在一百九十七個二 和一百九十五個八 附近 有一個下跌裂口 現在還未補回 將來是要補的 不過還未知何時 補了少許 補到一百九十六個二 真的是要提到 một二十七步 assistance 就是十八十七個二 一元的下跌裂口 還未補 拉紋利 27這是銀魚 可以買? 應該只是出門是拆$11 但上周不是要來agram了嗎? сох 了三% 27銀魚,答完2269就答27,方剝這一隻 我覺得他暫時動力不是很強 上高他好像56個多站穩了之後 20天線的60元擋得他好實 如果他能夠破60元,他的形態會好些 不過現在看來未似想破,不過56元是能守得到的 780,多少才可以買入780? 780,Fanny 同情藝龍,13元先 雖然現在炒金金銀十 但是同情藝龍一早已經發了癲 發了癲上去16、17元那些位擋住 成交不足,動力不足 煞回頭,下來打領底,又再走 很多隻股份有得上都被人震仓 2342回答了,LN 回答2382,剛才都說過的 2382,今天升得英俊,升了快速4.5 算是很厲害的,藍籌裡面 但是呢,其實市場這個禮拜是 留意著都會 16號凌晨 蘋果的發佈會 不過文說呢,就沒有5G的iPhone發佈的 來去都是一些Apple Watch, iPad 看看有什麼新的東西 所以,對於2382,2018 又不覺得很大的趨發 不過因為2382,它的手機鏡頭 是有些出貨量 剛剛說了,比起去年同期 8月份比去年同期增長了兩成二 那這個,趁機借小炒一番 大謊說,它150元賺下來的 110元都還沒用 就是最後防線是105、110那些位置 好像騰訊那樣,最後防線是500 差點見的了,上個星期 擦身而過,沒事 沒事就再炒一圈上來 有事你先散,一川五舊 投資者現在是這樣,買定保險來搏 七八八幾千買,Suzanna Suzanna問我,不是我問Suzanna 中國鐵塔,我們叫它托塔 買得它是忽抽,比托塔 上去過半,已經沒有理會了 回頭了 但下來到這些位置 我覺得它已經吐走了很多人 大哥,我看見外面那些科技股 慘到興奮 這一板呢,五支概念突然間去死了 借了 總之,守住過四 那你就搏一下 過半,甚至一個六毫半 看它站不站穩 其實最穩陣呢,它是站上過七 它才有些動力的 我覺得它暫時未見到有新的吹化劑 有時候很有趣的,不是那些大行去吹一下 經紀都要開飯 不是那些大行出來出來報告 叫人買這些 港東告訴你 外面的客人 現在呢 都沒有什麼頭緒 周不時收你 今天買不買東西好 買不買東西買什麼 買哪一隻 就是買哪一隻 買哪一隻 大哥 以我們 這樣的 我又不會 點了名字 告訴你 買一隻 136 恆騰 有東西收購 其實我也不知道它有什麼收購 好,它只是出了一個通告 馬上就爆升上來了 但是 有一點 最重要是 上個星期五 它一出一個通告說有東西買 那些人好像 中資股呢 那些保密功夫呢 真的做得很差的 即他們的保密教育呢 是要再教育的 但是最賤的一件事就是 是他們知道的 我們不知道 好像周圍呢 都通了天的 但是呢 你證監就過不了深圳河 動它嘛 最好你知道 你都給我們知道 當然 有些 就是 比較 insider的那些 他們的朋友 他們的友好的 當然會知道 每個人都問 上個星期 北水南下買了幾億 你想想 上個星期五 這一隻 恆騰一出通告說 我要買東西 那些 他有時候 有個恆字 有個藤字 以為很聰明 但是又不見 他業績很聰明 那些混亂 又不知道為什麼 會被人納進去 科子成份股 你不理會 科技資料成份股裡面 你不給人家的價 馬小的嗎 今天只有三毫 你以為連年都只有三毫嗎 我問一下 你看看你有多聰明 每隻都幾十元 幾百元 你有隻幾毫子 在這裡面 簡直有損事用 也不是的 人家在後面 有個恆有個藤 看看你那天恆不恆 還是藤不藤 還有一隻 恆騰上個星期五 升了四成七 今天再升六成 今早 任你上車 他今天也是第二天爆 其實我覺得要點錢 要點膽 那就夠了 跟著在他身上贏了錢 也不用說誰戴脅你的 這些是你自己的錢 自己的膽識 只要搭救 搭一下順風車 有時候這些股票無防 之前都有一些 神神奇奇的股票 有些朋友都肯搭一下順風車 見好職收 我記得前幾個星期 有一隻 幾元炒到幾十元的 大家記不記得哪一隻 那隻 神魔神魔 你不下車 就真的 真的得過吉的了 哪一隻呢 有些我叫他 搭一下順風車 有些1211 給阿迪 有些朋友搭一下順風車 有時候有隻 400那些 有人搭過順風車 其實現在就全靜了 之前有隻 9929 上個星期五 突然間就升了兩成 那些 你看看哪些位置 搭順風車 還有一些 恆大健康 恆大健康 幾元炒到幾十元 我們有些朋友是幾元買 不過十幾元走了 十四元走了 那跟著十四元走了 看他升了三十幾元 都不敢追了 搭過順風車就算了 你不走 現在就二十幾元 看你自己幾錢追 如果你是三十六元追的 現在就 現在就都不知道 怎麼算好了 那還有呢 就是 看一下 1995 這陣子的物館股 不行 1995 因為我自己 都留意著 就是三六六二很久了 但是都 都已經 借得很緊要 其實 它不是貴 但是 沒有個小 它不是貴 但是沒有小 那 唉 那你真的要找老闆 才行 就是找老闆 肯加持一下 肯買一下 如果不是 哪有這麼多資金集中 集中買著一半 對不對 1995 這些業績好 但是估值貴 你看一下它的市盈率先 市盈率超高的 其實那些投資者 都戒心大的 還有擔心的就是 內房 他們一直 走勢上比較 今年 但是厲害了 那些物館股 但是物館股 為什麼會拿出來上 最主要是因為 媽媽想拿錢 那你後面 1995 它後面是 旭輝 但是今年比較難借錢 所以 那些物館 就是拿出來被人在 就是要在那裡 必錢 按錢 所以隨時都擔心 它會被人按錢 市盈率成接近100倍 就是 預測市盈率 因為它高增長 迎起迎起再迎起 但是這個預測市盈率 都在說五六十倍 怎麼搞 是不是 我自己看好那隻 市盈率其實很吸引 三六六二 這一隻奧元 但是奧元 尺寸當然不是很大 但是預測市盈率 都十六倍 都要跌了 今天才叫 有些起息 我覺得它在 吐出街貨 吐出我們 吐出我們的友好 還有 六一二三 元通 新通派 第二天又說 又說來了 來香港 元通我也是 上個禮拜也是 炒得太多 搭過順風車 上車下車 算了數就算了 通常第一天 見它爆上去 爆升 無厘頭的爆 不要到處問 問得來 都出入了 炒了兩次 這些 現在下來 我覺得 都 要吐大氣了 因為那些錢 可能都去 新通那裡 六九六九 斯摩爾 電子煙 上星期寫過兩篇稿 是關於電子煙的 其實就不是 我自己就 絕對不鼓勵 別人吃煙的 但是 如果是電子煙 以往 那個用途 電子煙的發明者 就是中國人來的 而最初 因為他爸爸 是肺癌 他就想著 看看怎樣 可以代替 他爸爸吃開的傳統煙 沒那麼傷 沒那麼毒 但是 後來被人拿來 又是 變成了上癮 其實電子煙的原意 是給那些 要來 戒傳統 吸煙習慣 那些朋友 的 接著 你試試看 起碼他沒有那個 焦油 或者是 有那麼多的化學物 當然 今時今日 電子煙你更加 不知道他有什麼化學物 他又冒化了 先 但是 斯摩爾 他是內地 一隻電子煙第一隻 正常 是他做外面的生意 這個 冒化的 裝置的 這些股份 他有龍頭的地位 因為他的生意都在外面 這類股份 又不會 不會 勒興那麼多 政治的考慮 起碼 貿易 壁壘 我看他 因為 先前 熱炒得很厲害 上市的頭段 頭兩個星期 你能夠有隻股份 在上市頭段 炒到兩個星期 沒什麼回頭 你都算是這樣的 他有多少錢 他有十幾元 招股 十幾二十元招股 一上 一路上 上了個幾兩個星期 在七月尾他都有四十幾元 其實一隻股份 十幾二十元上市 炒到四十幾元 如果他真的值這些價 他就不是拿十幾二十元上市 什麼自己執生 通常這些 一路炒上去 見第一支烏魂蓋頂 黃昏之星 穿頭破腳 蛇擊之星 這些什麼星 總之是那些陰燭之後 一些見頂的訊號 就算數了 或者他再升上去 成交已經縮了 一樣又要算數的 不算 你就只會被那些獲利盆湧出來 衝擊你的 那這一隻 斯摩爾 我覺得他完成了 上市之初的星浪 通常有些股份上市之後 你要他拆動另一轉星浪 可能要等 等到第一個半年 就是上去六個月 那通常 或者是如果很快已經 衝完一陣上去 就等入指數 有些股份 等半年 有些股份可以 關掉 那他半年的鎖定期 之前 他都會再有浸炒上去 但是現在的斯摩爾 才剛剛三個月 我覺得 因為這一陣子 開始見到他 在32元附近 就是上市之後 跌倒下來的支持位 上市最初那個星期 是跌倒後再抽上去 剛剛又回到那些位 那31元 30元 我當大位30元 守得住 他買回去 其實都是40元左右 那你自己 濕生 9989 Alvina 我們快速 因為答一隻 我覺得自己很長氣 9989 海浦稅是不是長線 海浦稅是 不是回 又不是回A 不是再可以回A的股份 因為它是A股 走下來的 所以 不同 不同玩法的 那我覺得 海浦稅 現在整個勢 都在那裏 都在那裏 壓回一些貨 都不是那麽 靚啊 走勢 你自己執生 但是它因為累積 已經回套了 好一段 有個高位19元 跌下來都跌了 兩成多 有些股份 一上市 又不是什麽特別 9989 你海浦稅 都 這樣的走勢 有些 有些害怕的 我想暫時 如果看回有些股份 上市 沒多久 如果它又入港股通 可以形成一種動力 但是你入港股通 不等於港股通 那些北水 會透過港股通 一定是會買你的 還有就是 它 最終定價18.4 其實它已經 潛了水 一潛水 那些投資者 就 一般 還有它一上市 它都不是說 那些股票很厲害 那些股票 我想 它的走勢 都算幾令人失望 雖然曾經都升過兩成多 但是整個形態高開低走 整個形態就是 那所以現在 我想 這個股的熱情 又不是每天都可以審下去的 那現在暫時 等等 它彈上來 都是15元左右 我覺得如果 長線投資都要看你 在什麼位置買的 你看 Maggie 剛才175 我回答你了 暫時 14元守住 14、15元 這裡補一下裂口 會穩陣些 紮實些 否則的話 它會浮浮浮浮浮 整天都想補裂口 補極又補不到 回A又沒有什麼新聞 我都是 只有一個 偶字 951有貨 會不會升 你有貨又不是升 超威動力 超威動力其實 真的是炒微特農的股份 因為我們身邊有些股評 我見身推的那些都是 都是喜歡推炒股那批 不知為什麼 很喜歡黏在那裡 但是我是擔心 超威它 彈不起 它已經是 很長時間裏面 高位 由過去這幾年 過去這3、4年 最高位7個多 跌到下去剩下 一個多兩元 其實如果 7-25 看一下 4個多 它彈回到4個多 其實已經是反彈了 跌幅的一半 過去這段長的時間 如果是用短期來看 整個走勢 都是一直沉底格局 去到這些位置 好像表面上 不是很跌下去 但是你不知道 會不會又是 因為業績的因素 或者因為 一些市場活動 或者甚至是 那個 中期業績打後 等錢勢 那類的因素 因為中期的業績 收入跌了5.14% 有百多億收入 但是 純利 做百多億生意 只有4億的純利 雖然純利 增長也有四成幾 但是市場似乎 不是很購買那份業績 還有它做的那些 單車 電動自行車 那種電池 不是那些 新能源汽車的電池 搞清楚 1953 有貨點 1953 William Beckel 有貨點 嘩!這樣的樣子 有貨真不知道怎樣 我回不了 回不了 今天 洗倉式下跌 怎樣 這些貨你都有 我真的 問 可以怎樣 是慘租洗倉 暴跌八成 上市新低 是突然暴跌 馬來西亞過來上市 它的數字是用零吉來計 但是 說真的 上市 不久 都是炒公投 不過現在剛剛上市夠6個月 都不知道想怎樣 我剛才說過 有些股票 6個月是會移動 但是有些股票升升升升 第6個月 可能是會這樣 剛剛第6個月就插水 但我又不覺得 今時今日 啤嚇還有什麼意義 終於有些朋友 問回一些 比較令人安心的板塊 105 中國南方航空 問得合時的 上個星期都在走 走幾天又休息 幸好在文航局 那些信息部 又發放一些 關於航空的好消息 運力 去回九成 卡爾文 我看他現在 今天的市 就算是粒粒的 他都跑贏 他就比較多內地的航線 所以你會看 為什麼有些朋友問 為什麼男行比國行更厲害 國行多外國外國行線 南行就多本土內地的航線 所以是不同的 我想國行會走 什麼時候走呢 到你看到有第一支疫苗 面世 無論是AstraZeneca 和牛津那隻 還是湯希樂那些 只要有一支可以走出來打的 不是臨床打 是真的可以雙熱化 雙溶面世 那太陽就出來了 國行如果是要 一路彈上去 它是要去回六國半的 但是現在它一定立的 因為國際的航線 航班 其實未恢復得那麼好 但是今年首一國慶 其實內地的航班 應該會蓬勃些 所以 南行已經衝了上來 不過 它的走勢 就比較飄忽些了 因為累積升幅大 中間一定有很多 低位買貨的獲利盤 不要忘記 根據Seekers的資料 其實 我的朋友很喜歡 炒Seekers的 如果你有興趣 自己都去交易所炒 以前 要給錢拿的 這些資料 現在全都給你了 無所遁形 好像宇宙最強的大行 高忌 在低位的時候 譬如三元 三個多元錢 的南行 還有三四月的時候 因為基於一個信念 疫情總會過去的 雖然 現在這樣的時勢 今次你就真的不要再跟SARS比 今次慘烈的SARS 今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意味著整個經濟的周期 是被你反轉了 玩完了 但是總會過去的 這樣 這個東航 那個 宇宙最強 兩個多人錢 那些都在三元這邊 在佈局 三元樓下 他應該會上四元附近的 大家自己收拾 日清1475 我們說過日清的老闆 安藤伯福的兒子 安杜燊 我不是說他自錦即龜 我對日清三四元的時候 已經很有好感了 但是我覺得他這期 雖然股價一浪去一浪 也是摘經濟 但是大家都知道 疫情已經去到第三波了 雖然是水尾 根據誰說呢 根據聶德權說 雖然是水尾 不過還沒斷尾 但是我把握了機會 不做白不做 既然我家裡過條馬路 就有得去檢測 那我都做了一個檢測的了 你知不知道自己去做 我對上一次自己去做 是一千元 還要見醫生 給醫生費 一千多元做一次 我現在覺得 我是賺了政府的好處 我一家三後 已經賺了三千元 哎呀我怕你的基因 你的基因 不要看得自己那麼大 不要看得自己那麼重要 你的基因 那算了 那如果你有迷信 沒有什麼所謂的 我們不會 你有自由意志的 一個民主的社會 你是可以 送上一碗 你都不做都還可以 所以 但怎樣都好 為己為人 因為小孩子快要上學 都想去檢查清楚 我怎麼知道 我是否隱形大群姐 一個回電台 電視台 一個回火箱 兩個地方都爆過鍋 是否也要為身邊的人放心 今晚是最後 如果這兩小時不去 你就會虧 最重要是 問著日清 一浪高一浪高一浪高的 但我看他都要呼吸 還有呢 疫情剛剛說到疫情 會不會回呢 你就會少些留在家裡 還吃即食麵嗎 他就真的疫情受惠 但是他現在已經一浪高一浪 你自己去看圖 阿日清 不是 你不是叫阿日清 你是叫阿鮮肥 成交一路縮 所以他在尋頂 他九個半那裡 不知道他會不會做多一個頂 不過呢 以他現在的走勢 他沒有穿八個半 即這些呢 你一路拿一路拿 就拿上來 輕鬆的難同山 現在比起他 他還沒走運的時候 已經雙倍了 但是呢 開始 我都一定要告訴你 他的成交近期是縮得很緊要 沽壓呢 就不是很明顯 不過買上去的動力呢 確實是幾弱 還有那些陰竹越來越大支 那你自己 執生啦 這些位置呢 這樣的樣子 我當然是 一路沒有買 現在當然不要搞他了 你想摺別人的貨嗎 669創科 創科不差的 今天在籃籌裡面 除了阿里 還有 彭訊 創科貢獻最大的了 他就真的慢慢慢慢地 這樣煎上去 煎一下 透一下 透一下 他都摘經濟概念 我看美國那些疫情 沒那麼快緩和 就算他們的疫情 沒什麼問題 他們都喜歡做DIY的 還有這一期 亞利桑那 奧利桑 之前又打風 跟著現在奧利桑 加州那些 周圍有大火 應該都對於669那些產品的需求很大了 你如果43元有貨 Raymond 你不要在這裡曬名 103到110 有多難 今天都101.7 不過呢 他是慢慢煎一下煎一下 煎一下上去的 那你就慎防他在103元那附近 102、103那裡 看看能不能破到上去 有多些成交 今天有成交的 我提醒你 今天的勢很漂亮的 其實 創科都是一間很好的老牌公司 還有做到美國的生意 人家又不會 又不會炸你承認 這些就好 還有 還有 股票太多 時間太少 5號匯豐 通常都要回答 市場上升 他都下跌 不要問了 問來都是 越問越傷心 你聽聽蘇永康這首歌 騰訊 騰訊呢 又是守著500元 看看上不上到560 還會跌到500元 你看都不要看他跌到500元 他現在負責撐著市場 當然會 我想 五百零幾 你看他如果這樣升上去 又擋著500 未到560元 擋著540元 也不奇怪 因為今天大摩這樣說話 算了 他等於沒有說 市場都在這個位置 有什麼位置 除非大摩說 我看二萬 本來二萬八 明天就真的 真的對不對 都要對 但現在不是 二萬四千六 我們是不是都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等 那再端視一下 接下來 有沒有北水 又降下來 他們有沒有走貨 看看 北上的錢 外資 其實有些散貨的味道 上上個星期 但是如果美金繼續弱 那這個星期 聯儲局意識 繼續派夾 繼續放白夾 那我又不覺得 市會差得去哪 不過呢 北上的錢 都是繼續有資金流出的 可能他們都是避險 覺得A股是便宜 但是都不夠 那些債券穩陣 避險的心態越來越重 其實南下的錢 都不是見到很多 所以今天六零七八 怎麼看呢 海吉亞醫療 慢慢墊上去 暫時 升下休息 升下休息 1357 1357 還有前景 不可以這樣說的 阿堅你這樣問 我覺得他也是 炒上炒下先的 有沒有前景 又不死得的 你不知道他下一劑 他除了玩尾圖 玩P圖 他還有什麼玩的 所以不要看死股票 不過要看他什麼時候有新的玩 否則的話 如果純P圖呢 那我想他的股價 都要PP圖了 這樣的周勢 三百六什麼位入口 那三百六什麼位入口呢 其實是問沈大師最穩陣的 我就覺得他已經跌到哭了 這隻股票 你不要看完線圖 什麼位入口 三個二 我覺得 讓他測試一下底線 9911 9911 赤子城 尋底格局 不要玩了 9990 9990 祖龍 這期的遊戲股不錯的 祖龍 我覺得都OK的這隻 是 先看看 二十一二三元那裡 有些位置 可以搜到的 中手油呢 四個半那裡 是他長期一個很重要的阻力 碰一碰 跟著當然是回頭 回頭落三元 又又再來過 那都自己倒閉 我覺得 其實三元樓上的中手油 我又不覺得特別吸引 他每次轉 穿招股價就是吸引了 正通汽車 那些汽車那些 4S店那些股 正通其實很難炒的 對上一轉 他這樣能夠抽到上 過四個半呢 買中資股的東西 我們都是採取一個方法 見好就收 因為有時候怕政策 有時候擔心高管是垃圾 那你都不想變蠟鴨的 那就自己撿生了 那用不著跟他說感情 就算了 一隻阿里巴巴 你都可以上車下車上車下車 上車下車 想問一下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賺了錢錢 在龍虎山泉 在之前九父開了戶口 如果抽到龍虎山泉 吃了它 哇 代代平安 真是太開心了 這樣就賺了 幾千元不是容易賺的 今時今日 今屆其實疫情一路緩和 對今屆都是好的 之前它的疫跡都受著疫情影響 8元那些位置 多難得 13-14元 落回來7-8元 但是上去 我覺得10元那些位置都是頂著 1313都要搭搭 華原水泥上個星期 搭得很認 但是其實它在華中 沒有什麼exposure 它在華南 廣東 廣西 它都是有佈局 尤其是廣東 九月十月 天氣一乾一些 很多施工基建都會上來 不過奈何呢 它是因為 它沒有什麼受疫情影響 價格是升得很厲害 它最受疫情影響是4月之前 經濟都沒見到有什麼起色 都沒反彈 它已經在彈 由9元10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這一陣子的獲利盤衝得很急 所以今天呢 就算是跑人大市 彈上來 其實那個成交都縮的 還在那裡嘗嘗嘗嘗 9元10元那些位置是很漂亮的 守得到的 3319都說物館股 現在資金好像離棄了 但其實有週一日資金會回來的 我又覺得 有時尤其是雅生活 它是很喜歡做M&A的 另外 中國民航信息 機票系統 今天大成交 但是就射擊之聲 不是太好看 16元的支持位置挺ok的 15-16元 15-16吧 但是上高呢 就炒到上去18-22元那些 都是擋得很實的了 9-14-1中而動 還有朋友問 人家升市都不靠他了 不過怎樣都好 他今天都升到1.2% 去到50元那邊 死得人的 這些位置 55-1-2-3 即56-58-60 這些位置 阻力很大 3-18搭了 19-28金沙搭了 剛才27搭了 順便搭了 金沙 中國 不是那麼差 不過由低位 30元以下 抽回來 34-5元都擋得很實 6808 這是阿里概念 高音零售 今天 終於肯彈了 他瘋了 跌到 跌到哭了 他由7月 12元跌到只有9元 堆了三成 是不是股票 成交還沒回來 不過跌得太深 他就算再彈 彈上10元 都仍在下降軌那裏 這些只是因為跌得太深 不過今天 似是做了一個底 有些資金在撈底 如果第一天撈底 都不用太牛底 我們今天暫時和大家 先說這麼多 大家積極留意著 這個星期 明天就是華為的死線 明天後日就是聯儲局議息 都比較多新聞的 這個星期 還有要留意TikTok那件事 大家撿沙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螞蟻都未來 對什麼 大摩他說 可能想嚇你的貨出來 不用怕不用怕 爺爺大廳 又是那句 因為怎麼都不會對市場 要做什麼手腳的 暫時外之 我又覺得 說到尾 Donald Trump 那些都是制裁 圍堵 衝擊 他們是不擔心 因為給你 好像放生了你這十幾年 讓你壯大了 他們又覺得 總之心裡不舒服 當然要搞你的了 一路你都預料會被人搞 看看華為最新的情況 受的衝擊有多大 深顯 我又覺得暫時 這些位置 你就算薄反彈 不會彈得多 因為中芯國際 已經去到一些很關鍵的 十七八元這些支持位 但是如果它終於 終極要跌穿了十七元那附近 那你就真的要 要等了 也都真的等了 好像一隻 華紅半導體那樣 如果它和你 對穿二十元 或者十八元這些位 都是差不多 這兩隻 去到差不多 這樣的走勢 但是 中芯國際 它明顯蟹貨 是很多了 現在外面 見到那些朋友 原來都說 自己在高位買了中芯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沒有聽我們說話 真的 唉 情義傑真的這麼深 忠心 你太過 對它忠心 它是會令你很傷心的 都是那一句 暫時 投資市場的氣氛 都是比較平息靜氣 等著很多消息 這個星期 大家就 輕生上路 不要太拼 阿里 我又覺得 不需要太擔心 它都是下來 跟京哥一樣 在這裏補一下裂口 去到這些 可能馬雲唱完這首歌之後 和王妃唱完這首歌 有些動力 怎樣都好 它260元那個位 不錯的 挺好的 都守得 它撞了很久才抽上去 說實際 說實際 200元 我搏一隻阿里 200元搏四個 好過騰訊 四個 五個 難道搏一千 搏八個嗎 難一點 九九八八 起碼還有故事跟著 暫時 今天先趕著這麼多 要回去趕稿 就這樣 謝謝大家 再有問題 在胡萬青專業那裏 放進來 我盡量 如果今晚答到的 盡快回答大家 可能會很值得一些問題 我自己 如果有些朋友 在我專業那裏 我忘記回答你 或者很遲也未回答你 你問多一次 那變相 你的問題 放在頭上 我可以容易回答 有時我看一看 回答了幾題 接著不小心睡了 可能太睏了 你見我是凌晨回答你的問題 或者凌晨兩三四點 我突然起床 起床 我又回答一回答 如果你的問題 不在前面 可能我回答來回答 也回答不了你 所以這些問題 你不怕再重複你的問題 等你爬上來 有些技巧 我希望盡量回答大家的問題 多謝大家 下禮拜見